二大 是老板娘拿过来的 让你们给做个香辣蟹 老板娘这一天竟整事 老板娘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好 我跟你说这个菜又做不好 真羞你们 老板娘的香辣蟹试给操作一下 来来来 我操作来 我擅长 我擅长炒这个 这辣椒 鲜花 就扒了不就出来了 拿盆儿 二大快找个盆儿啊 二大你认识姑母 我今天给你 我还不分男女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圆的 母的 长的 哎呦 我 有人的吗 给他洗个凉水澡 今天老鱼一番常态自告奋勇 把鞋脱了 把胳膊给掰断了 把胳膊 朋友们 你说老鱼能做好老板娘这道香辣蟹吗 二大有点担心 螃蟹去壳之后一分为二 老鱼又搞了点青红尖椒 切成了块 大松切段 前期组备工作都有究竟 今天老鱼错误 二大给大家解说 开开 哎 不对劲啊 哎 做香辣蟹焯水啊 你啥意思要不你来吧 那还是你来吧 这道菜要做不好的跟老板娘没法交代 说实话我都没见过做香辣蟹要焯水 螃蟹焯好控水备用 然后锅中下底油 红绿尖椒大葱进行煸炒 开小火煸出香味 哎 不对劲啊 这啥人 这啥人家嘛 做这道菜放十三香有毛线的用 老鱼这波操作啊 真的把二蛋给拦住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 接下来老鱼开始调味 一勺盐一勺鸡粉一勺白糖 直接堆里走 香辣蟹香辣蟹 我以为它不放辣椒呢 一勺爆炸酱直接搞里头 继续猛火加持 这个时候老鱼感觉颜色不对 挺起老熟来了一股子 然后锅里面又加了半勺清水 简单进行收水之后直接出锅 哎 这这这 这啥不对啊 我去这啥玩啊 水尿巴汤的感觉 这菜没头位啊 我跟你说过油嘛你非要过手 口水咸 出来黑 快别上了 那再要一会儿 没招只能打电话再送二斤和鞋 哎 姜师傅 还是你给它操作吧 老鱼也给搞砸了 我也好长时间没做了 尽量给它做好吧 这可是重量级人物 他是咱们新店的行政总厨 因为还没开业 他在老店调整一下菜品 螃蟹刀尖去壳 然后一分为二 刀刃去晒 蟹黄保留 我一看我姜哥这手法 就在水苔没少干 不说二十年干水苔三十年了 来小碗来 给你个计划 重要的环节就要给我了吧 关键的清理卫生的活儿 别人干不了 完事之后就准备了点辅料 还用青森大虾莲藕进行搭配 料头是姜丁 蒜子 红灯的椒 野山椒 提味 还有提前炒制好的香辣酱以及红油 好 开开 好嘞 起锅烧水 棉藕 清存冷水下锅进行烧烫 切耳的螃蟹放入漏勺冲掉雪末 水开辅料倒入漏勺控水被用 然后直接老哥热锅烧宽油 一边烧油一边给这个提前控好水的螃蟹 来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直接下锅 这就对了吗 老鱼呢给咱们来了个错误的示范 香辣蟹必须过油 螃蟹炸至金黄的时候捞出控油 做川菜 底油必须用菜籽 热锅下冷油 油热下入料头蒜子 姜丁 然后依次下入红豆的野山椒 辣度不够 再来点小米了 香辣酱搞里头 辅料倒里头 螃蟹甩里头 右腿一台 猛火加持 开干 不要加水 来上一罐高品质的啤酒 气氢增香解腻 给我留点 留了啊 开始码味一勺鸡粉一勺盐 再搞一勺白糖柔和口感 让它辣而不散 蚝油增鲜 然后开中火连烧带炒 再进五克麻辣鲜 增麻增辣增鲜 高许蒸米吃牛 提味增鲜不上色 继续小火翻炒 炒匀调料 然后半马倒红油 直接堆里头 我刚发现啊 全程反手操作 还不用抓锅布 直到最后可能才想起来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满手劳减不怕烫 一波大幅度的香锅进行收拾 出锅之前搞点麻椒油 生麻生鲜 一路火花带散电的操作 引来了大批粉丝的围观 关火出锅 这色啊 老鱼的谁给吃了 你吃了吧 没有灯光美颜滤镜 这是这道菜真实的颜色 可以说是香辣无比 老鱼你看连这个色炒的 喜松 干啥啥不停 吹牛第一名 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二代的解说 老鱼的操作 你还好意思说了 那不过了 千万别忘了点赞 大家早发评论 关注草药蛋 教你好好做饭 咱们下期见